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六十四岁 去年八月确诊为渐动人症 全身乏力 手脚不能抬起 左腿萎缩尤其明显 生活完全不能自立 患关节炎三十几年 两年前开始走路不稳 容易跌倒 关节常常疼痛 试过中药 西药 止痛药也吃了好几年 也打过肋骨唇针 也做过按摩 推拿 针灸 都是没什么效果 左腿先无力萎缩 渐渐发展到左手 然后右脚到右手 确诊时 几半年前还可以用住行器步行 还能提起两只手臂运动 2021年11月23日 来推广点 患者舌头发黑 口苦 容易出汗 忽冷忽热 常常脚冷 关节向伤口裂开痛 手臂近肩膜酸痛 屁股以下两腿都疼 小腿僵硬痛 脚趾抽痛 白天坐坐 站站 躺躺 还好一点 一到晚上睡觉时 常常痛到睡不着 要时常翻身 但是自己又动不了 志工诊断为重病 患者严重热能不足及提伤 对治方法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辅 患者每周一次到推广点 先用电热灯照射及姜粉泥大密集按摩头部 头发剔光 上下背部 肩部 腿部 然后按推原始痛点 再配合红豆袋全身温敷 上下背部 肩部 肩胛骨旁内侧 肩椎 臀部都有加痛点 而后几肩骨下颜的原始痛点特别强烈 志工解释原始点无保的重要性 教导患者家人按推的手法 即指导患者每天按推 为您热源应用方法 即温热性饮食 每周志工家访一次 最近,因天气太冷,患者未能到退光点 每次外出,他都特别累 志工家访,增置两次 每天将人帮他按推,做些伸展运动,或让他做按摩椅 这样,他会舒服一些,但不持久,疼痛很快又回来 内热源,一天用量 原始点,干姜50克,红参50克,熬煮浓浆姜参汤 姜完两次,每次10粒 一星期前,干姜增加到75克 外热源,每天一次泡完热水澡后 直接在卫生间趁热,全身涂抹姜粉泥 来回三次,稍微用力把姜粉泥推干 旁边有电热器照射 如果睡前,给他涂了姜泥 他感觉太刺激了,睡不着 患者一直未能接受长一些时间的温敷 因为容易流汗发冷 只是按推后,用红豆袋温敷一下 每晚睡远红外线热垫 白天躺下来时,就躺在电热垫上 晚上睡觉出汗很多次 流汗后,又觉得很冷 牙齿都冷得发抖 每次出汗,家人帮他换毛巾 衣服 基本上患者自己没有什么运动 只能动动手 动动脚 扶着住行器站一会儿 家人帮他做些伸展运动 调理三个月后 患者感觉全身暖一点 舌头再没有发黑 口苦亦有改善 出汗的情况差不多 但肌肉萎缩一直在恶化 气力比之前差 疼痛更严重 特别是晚上睡觉时 还是会疼得睡不着 每次按推后 不适感都会减轻 但很快又回来 很多时候 只能维持15分钟的舒适 两个月前 所有西药都不吃了 但最近 因为晚上疼得不得了 家人们没办法 只能早晚给他一颗止痛药 但吃后患者变密了 这次患者心情低落 情绪波动大 家人压力大 有时候说话过分了 让他生气 我们深知 体伤是疼痛和不正常 出汗的主因 而热能不足 会导致体伤加重 体伤又使身体消耗更多热能 如果体伤没有改善 热源又进不去 建议患者对外人员抗拒 按推 又未能解决体伤 请问张医师 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呢 附上患者状况 按推 即姜粉泥 涂抹 视频 下午 Greene 小伙子 可以 爸爸 你有没有 你 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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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 脚冻 脚冻 警察 这 wielding 脚冻不了了 对 脚冻不了 脚冻不了 腣的要脚冻 的话 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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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中 我就是 在这里 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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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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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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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 身上 感谢观看 可能 感谢观看 然后 感谢观看 然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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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 但我们 也体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像像 好一点 然后 然后要求 那些 那一句话 也自己 这个没有 虽然没有 感谢观看 所以 这个都是 没有多久 然后就是 就是靠说的 手脚无 식 四五个小时也没有问题 一两个小时也没有问题 但你看到了中风 你叫他运动个半个小时 就已经很累 但这位患者 意志非常坚定 他一天的运动量 我帮他算一算 都有四五个小时 几乎都在动 然后当然也有 不动的时候就靠按推热源 那他以运动为主 然后他家人用按推热源为辅 结果他在半个月左右 他几乎就完全恢复 这是我看过年纪最大 而手脚无力恢复最快的一个患者 他靠的是按推吗 是热源吗 这我看吧 应该不是 他靠的是他的意志力 他知道如果他不运动 他可能就要被颅内开刀 脑部开刀 西医已经说要脑部开刀 他不愿意 所以他就是靠光这样 然后再配合按推热源 整个效果就出来了 那你看 这位患者几乎按推热源 什么在我看法 几乎都用了 好 你看他也自己前身涂姜粉 泥来为三遍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旁边还有电热剂 旁边还有电热剂 什么都做了 但有效吗 因为白天不是站就是坐 晚上就是躺 他几乎都没有动 那这样怎么治呢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 那这些都是形容 都是重病患者很常见的 你看最重要的 他说基本上患者 自己没有什么运动 这个就是重点 只能动动手 因为他手 然后动动脚 那扶着住行器 站一会儿 因为 这动动手 动动脚 然后家人帮他做伸展运动 他只是在原地 可能动几下 然后扶着住行器 就站一会儿 这个情况下 我认为很难逃 就好像很多人就认命了 中风摊在床上 西医又跟他讲 你一辈子都只能躺在床上 他就认了 那以后见动人 西医跟他讲 你这一辈子会越来越 身体都不能自主 然后他们就认命了 然后就躺着坐着 然后让身体慢慢白坏 其实当医学没办法的时候 你一定要觉悟啊 真正能救 救得了你的 是你自己 靠自己运动 那这些看起来他 你看基本上患者自己没什么运动 光这一句话就已经道出 所有的问题了 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调理三个月 收效甚微啦 因为身体软一点啦 舌头有没有发 口鼓亦有改善 那这个又有什么意思呢 感觉也没 好像对他的见动 也没什么改善 出汗情况也差不多 但肌肉萎缩还是一直在恶化 很明显嘛 正常人不动都会肌肉萎缩啊 而况你已经没力了 那萎缩的更快 那气力也比以前更差 你看肌肉继续萎缩 气力又比之前更差 然后疼痛更加严重 尤其到晚上 好 那 这个情况 在我看法 患者要觉醒啊 你已经错过了三十年的关节痛 这些如果没有人按推 没有原始点 没有热源 我认为只要有运动 然后懂得爬楼 现在这些也都可以解决 那你不爬楼 只靠按推 然后按推很快又会奔回来 然后肌肉继续萎缩 那就是恶化了 很明显 那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我重病讲的 如果重病患者已经很严重 然后只靠按推以热源 而不配合运动跟心理的调整 终将失败还是这一句话 所以这样的结果我也不觉得意外 我们继续看 所以它维持的时间很短了 然后吃西药当然是没有效的 这个跟吃吃不吃已经不是重点 那我认为不吃是更好 但吃吃了又多了一个问题便秘 那不是更患者情绪更差吗 那情绪更差又不动 那这个怎么好呢 好 我们继续看下来 当然体伤跟热源 我刚刚已经讲过 所有疾病皆因体伤热源不足 这些没什么问题 但是要解决体伤及热源不足 以这位患者 我认为运动比按推跟热源更有效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好 那这些我都已经回答了 那这样大家也了解 我为什么会放眉睫视中额症 其实眉睫视中额症 从一开始就比你严重 比你关节痛更严重 那这位患者也是求过西医 当西医宣判他这个病不会好 他一辈子都要这样 患者马上觉悟了 我再这样就没有效 然后他听完原始点 虽然也知道要改善饮食 要懂得温热饮食 然后要温敷 然后偶尔按推 他也应该不是天天按推 他偶尔会去志工那里 给他们按推一下 但他做了一件让他身体 整个慢慢恢复的决定 那就是运动 我们刚刚也看这位 眉睫视中额症的患者 这个影片我希望 这位发问的患者或志工 可以再多看几次 然后看这位眉睫视中额症 他是怎么恢复的 我相信会给你很多的启示 那类似我说的 很多医学不管中医西医或原始点 到最后都有他的极限 因为那都是 有些是外来的 那原始点很明瞭这一点 所以一定要患者 你看重病患者 除了按对于热源 那是往外追求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运动 休息 还有良好心态 而这三者 恰恰是患者本身要去做的 也就是五项按推热源 还有运动心态休息 前两项是可以由操作者来帮助 但后三项是要患者你本身 要有坚强的医治 坚强坚持运动 每天坚持运动 然后充分休息 这三者都是患者要做 所以你光从前面这两项 按对于热源 就要想解决重病患者 是力有未带 是不够的 我也请志工还有 就这位患者一定要了解 真正能救你的是你自己啊 所以我常常讲 按推以热源 在重病患者 我认为当然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运动 那运动虽然很重要 但心态更重要 如果你没有想要自己救自己 别人怎么来救你呢 好 这个患者我就回答到这里